农村逆袭,孟家的千金假人计 第一章,突如其来的变故 孟家曾是城里的豪门世家,孟家千金孟瑶从小被受宠爱,生活优渥无忧 然而,一次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摧毁了孟家的繁华 孟家的企业破产,家庭财产一夜间化为乌有,孟家上下陷入了困境 随着孟家破产,孟瑶的生活瞬间从云端跌入泥潭 她曾经的豪华生活被剥夺,面对着繁重的生活压力 她和父母不得不接受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现实,搬到乡下重新开始生活 孟瑶从小在城市中长大,对农村的生活毫无概念 她不得不下乡,适应那里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 乡下的艰辛劳动让她吃尽了苦头,手上的水泡和晒黑的皮肤都成为了她努力适应的证据 第二章,艰辛的乡村生活 乡下的生活与孟瑶之前的城市生活截然不同 她不得不早起晚睡,辛勤地在田间劳作 最初的几天,她甚至无法适应那种连续劳作的辛劳 每晚都在想着回到过去舒适生活的美好时光 孟瑶的双手因为劳动而起了水泡,皮肤也被晒得有黑 她甚至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住了 她试图用城市中的优雅和高贵来面对乡村的艰辛 却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即使如此,孟瑶依然不愿意放弃 她努力地学习如何种植农作物,如何养家禽 还学会了乡下的传统手艺 然而,面对着日渐增长的疲劳 她还是认识到自己可能永远无法适应这样的生活 第三章,面对现实的选择 在漫长的努力之后 孟瑶终于不得不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 她确实无法忍受这种繁重的劳动生活 她的父母看着女儿在艰辛中挣扎 心中感到不忍 他们知道,孟瑶的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格格不入 而她也需要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一番讨论后,孟瑶的父母提出了最后的建议 如果实在扛不住,就找个好男人嫁了吧 他们希望孟瑶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过上安稳的生活 而不是继续这样艰苦的日子 孟瑶一方面对这样的建议感到矛盾 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她知道,乡村的生活让她身心俱疲 而她需要寻找一个更好的出路 第四章,邂逅与恋爱 就在这时,乡下发生了一场热闹的集市 孟瑶在集市上遇到了一位名叫李明的青年 他是村里的一名青年才俊 聪明干练,为人正直 李明的家庭虽然并不富裕 但她在村里有着良好的身遇 并且拥有着一颗善良的心 孟瑶在集市上无意间看到李明帮助一位老奶奶解决了困难 对她的品德和善良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两人逐渐相识,开始互相了解 李明对孟瑶的境遇表示了同情和关心 并且主动帮助她适应乡村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孟瑶和李明的感情逐渐升温 李明的温暖和关怀让孟瑶感受到了久违的安慰 而孟瑶的坚强和努力也让李明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敬佩 两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亲密 从最初的友谊发展成了深情的恋爱 第五章,爱情与生活的抉择 在经历了一段甜蜜的恋爱后 孟瑶和李明的感情越来越牢固 李明向孟瑶求婚 希望能够和她携手共度余生 孟瑶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 她是否接受李明的求婚 放下过去的荣华 迎接新的生活 孟瑶在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接受李明的求婚 她知道,虽然自己曾经拥有过繁华的生活 但她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和一段真诚的感情 李明的善良和正直让她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而乡村的生活也让她学会了珍惜和感恩 婚礼的那一天 孟瑶身穿美丽的婚纱 与李明一起走进了婚礼殿堂 虽然她的生活从未回到过去的奢华 但她却拥有了真爱和幸福 她的父母也对这段感情表示祝福 看到女儿终于找到了属于她的幸福 第六章 新的开始 婚后,孟瑶和李明一起经营着自己的小家庭 虽然生活依然简单 但她们却过得十分幸福 孟瑶从一个豪门千金 变成了一名勤劳的农村妻子 但她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优雅和自信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将农村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 她的故事在村里传为佳话 大家都对她的转变和努力感到惊叹 孟瑶也在这段婚姻中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人 并且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故事的最后 孟瑶和李明坐在田间的阳光下 享受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她们知道 虽然生活中充满了挑战 但只要彼此相爱 就能够共同面对一切困难 孟瑶的过去已经成为了回忆 而她的未来则充满了希望和幸福 她的故事也成为了每一个人心中的美好回忆 激励着更多的人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